这是法国最快的男人 蒙眼组装一把机枪只需要三秒 你就说快不快吧 他还是法国最有种的男人 受飞人的折磨整整一个小时 愣是没交代出自己的代码 打破了特勤局嘴硬最长时间记录 领导问他怎么做到的 他却反问 什么代码 他还是法国最无谓的男人 面对来不及拆的炸弹 他挺身而出 扬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然后独自开车带着炸弹去往无人的地方 可以回头 特勿炸弹忘了带 还好 这回只是突击演习 不然法国将会牺牲掉整个特勤局 而保住一个最快 最有种 最无谓的真男人 队长表示 这是他从业以来 见过最蠢的特工 强烈建议吊傻强去环卫组 特勿环卫组造了什么念 你要这么折磨他们 就在傻强沮丧之时 突然接到奶奶电话 说他被绑架了 绑架奶奶的是一伙毒贩 毒贩说他上次误打误撞毁了他们在法国的市场 现在想要奶奶 必须拿两颗祖母绿宝石来换 一颗在阿布扎比 一颗在墨西哥 只给他三天时间 傻强向上头申请去找宝石 却被领导驳回 因为这会引起法国的外交纠纷 从而导致法国投降割地赔款 既然这样 那我辞职 自己去行了吧 好兄弟听说他要辞职救奶 特意赶过来笑话他 祝你好运 我们走了哈 傻强你有说他们不讲义气 你要我怎样 难道要我们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 去陪他找奶奶吗 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丢了工作 我那八十八号济世好赌的爸 生病的妈 上学的弟弟 还有破碎的他怎么办 我有个好主意 你们帮他救奶奶 回来后再逮捕他立功 怎么样 你这什么意思 我们是那种为了立功 而出卖兄弟的人吗 就这么说定了哈 我擦 干这么大的事 肯定得有装备 总不能赤手空拳不适 傻强直接趁黑摸进了局里装备裤拿 你顺风再快 哪有顺手快 不料转角遇到爱 你偷这么多装备要干啥 对不住了兄弟 傻强将同事拖进小黑屋 打算藏起来 挨了一顿奏后 老实交代吧 那啥 墨西哥最大毒销绑了我奶奶 我要杀入虎穴救他 最终 队长让他放下装备馆 毕竟跟一个傻子 有啥好较劲啊 只是没想到 这傻子趁他们下班后 还是偷走了装备 上车后 黄毛戴上手套和墨镜 坐稳 我要起飞了 趁着堵车 他们从特勤数据库里 查到了一个和墨西哥毒贩关系密切 还知道保时下落的大道 信息显示 这个大道明天就会转移最高监狱 时间紧任务重 第二天他们就来到了必经之路劫狱 没关系 他们还有B计划 撒墙爬上球车 用火枪割开车顶 然后打开后箱 将大道扔上车 一气呵成 然而到了自己 事后 他们烧了脏车 毁掉证据 不愧是干特工的 果然很专业 只是我们刚刚开这车干啥了来着 哎卧槽 大道还在后备箱里 还好发现及时 大道才没被烧成灰 为了感谢他们劫狱 大道说出了宝石的秘密 据说两块宝石组合能获得永生 一颗在阿布扎比某位爱办派对的女富豪手里 另一颗传说在墨西哥玛雅神庙里 但从没人见过 好了 感谢你的情报 你该回去了 我特忙 这个回啊 阿布扎比有点远 为了赶时间 他们偷了一架私人飞机 可是我们没飞行员啊 开玩笑 哥友飞行驾照 经过六小时的飞行 他们终于睡到了阿布扎比 避开机舱 我擦 咋还在原地 下飞机一丑 模拟机 赶快买票吧 奶奶的时间不多了 富婆的派对不是谁都能参与的 在飞机上 女友翠芬儿查到了一个有邀请函的富豪 就偷他了 这个富豪好色 所以只能牺牲女友了 看到走来的大长腿 富豪紧忙撵走身边的阴阴艳艳 傻眼光 这几个哪个不比翠芬儿耐死 翠芬儿上来就给了富豪一个大逼兜 因为他知道 富豪就好这一口 富豪果然没生气 还对翠芬儿言听计从 问他房号多少 他就真说 只不过有点高 在71楼 傻墙带上爬墙装备 硬生生爬到了70楼 就差最后一层的时候 装备没电了 设备靠不住 傻墙只好改变策略 伪装服务员混上了71楼 有这么简单的方法 你早干啥去了 这边富豪见翠芬儿老是问自己房号 又不跟自己上楼 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 便让保安拦住翠芬儿 自己上了楼 紧急之下 傻墙躲上了天花板 可不料灯光出卖了他 富豪还以为他是警察 转头撒鸭子就溜 看富豪上了电梯 傻墙直接一口气 从71楼跑到地下室 先一步躲进了富豪的死亡巴比坟里 等富豪上车后 傻墙被保镖制服 富豪好奇 你不是警察吧 不是 那是我躺了你老婆 也不是 那为啥 关键时刻 翠芬儿赶来就下了傻墙 虽然富豪跑了 不过没关系 标请函已经到手 你哪来的 富豪身上偷的阿 刚刚就想告诉你来着 可尔曼没电了 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 因为傻墙偷了大量特种装备 组织派人抓他来了 不过放心 黄毛车技杠杠的 你特工也是个讲究人 愣是等到他们倒车完了才出手 翠芬儿让光头用枪打他 好嘞 我特忙 我打油弄煞吗 果然 卧龙三步之内必有凤厨 最后还是靠翠芬儿操盘 才甩掉了女特工 新的一天 派对开始 女傅豪长得非常像动画片里的女巫 就这 傻墙还想使美男计色诱她 也真是吓得去口 不过这招也确实有效 富婆当即就邀请她去屋里耍耍 结果跟进去 还有两位 不是 你这么扛造吗 需要三位一起伺候你 不 这两位伺候你的 你演技太拙劣了 打 打到他最后一次条 是什么时候都交代出来 不过傻墙丝毫不慌 我有枪我怕谁 不料人家的枪比他的大 既然如此 那就实实物为俊杰 不过这也只是用 等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捆绑 老实交代吧 休想 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再残忍的酷刑 都不可能从我口中套出一个字 是吗 正好我今晚想吃烤肠 最终 受过专业训练的傻墙 把宝石交代得明明白白 既然如此 看在你要嘎的份上 就让你瞅一眼吧 看到宝石 傻墙也不装了 兄弟们 就现在 现在个锤子 兄弟们早已嗨过了头 哪还记得什么任务 我擦 好在女友翠夫儿不离不弃 一直混在打手中 别看傻墙跟个废物似的 但女友却特么像个战神 不到五分钟 打手们再没有一个能站着的 也不知道怎么瞎的 能看上傻墙这么个玩意儿 只是不巧 组织女特工又追了过来 傻墙让女友断后 自己去追富婆 眼瞅着富婆上了直升机 傻墙抓住绳子 想把飞机拉下来 你特么以为你是绿巨人呢 最终 傻墙被带飞 为了奶奶 她无论如何也绝不松手 看到她如此切而不舍 富婆感动了 放我下去 让我弄死她 结果不料后追来的兄弟和女友 上来就是大义灭亲 给他们吧 这群犊子太狠了 第一颗宝石到手 他们又去机场偷了辆飞机 去墨西哥神庙找第二颗 这里是一片原始丛林 有巨蟒 有陷阱 陷阱里还有老掉牙的大鳄鱼 最扯淡的是 特么还有原始人 几人除了光头统统被抓 不过幸运的是 因为黄毛长得很像一位DJ明星 受到了全部落的款待 不是 原始人也玩DJ 也追星的嘛 而傻强和翠芬 则成了原始部落招待黄毛的硬菜 原始人没打火机 还是黄毛点了呢 被烤的傻强感动坏了 兄弟靠不住 傻强只能自救 只见他紧闭双眼 用力使劲 然后一股暖流就顺着脖子流了下来 给翠芬都看傻了 别光看着 你也来一下 就在部落庆祝这股劲 吊洞里的光头也爬了上来 看着满身是泥的光头 原始人还以为是丧尸 一个个的都吓屁了 紧忙光着屁股开撩 好家伙 这群原始人挺时髦啊 追星就算了 还知道丧尸 不管咋说 傻强和翠芬总算是得救了 几人继续深入 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玛雅神庙 进去后 看到有扇石门 和一个拼图 只要拼对拼图 石门就能打开 不过这难不到光头 拼图他经常玩 几转几转 石门还真打开了 只是里面还有机关 不过只要跑得够快 应该就没啥事吧 只是被咋有点痛了 拔完背上的剑 又陷入了一个沥青坛里 玩了头顶 还有一块巨石缓缓下沉 玩犊子 这是要嘎了吗 我特忙 豆腐渣攻城啊 不管咋说 反正傻强找到了第二块宝石 只是刚拿起来 神庙就开始坍塌 尽管他跑得很快 却还是被掉落的石头压住 翠芬想进去救 却被黄毛死死摁住 别去救 救了他就活过来了 你放心死 弟妹我一定帮你照顾好 啊 也许是黄毛这句话激励了傻强 傻强潜能爆发 一把翻开巨石 然后一个策划 帅气地逃出了神庙 宝石到手 他们来到毒贩指定地点交易 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毒贩背后老大竟然是大盗 原来帮他越狱 找宝石 都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现在傻强他们已经失去价值 大盗准备用自己新研制的毒标送他们归西 只是不料准头不行 射到了后面自家小弟的身上 旁边的老头此时也组装好了宝石 一速光打下来 传说中的永生是真的 真的锤子 是特勤局赶来了 打光的是个无人机 最终 贩毒集团团灭 四人丰功伟绩 成功升职为特勤局顶级特工 这部电影名叫三日玩命作 这三兄弟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他们专拍一些重口味无下线 但又很搞笑的爆笑喜剧 不过这一部突然震惊了许多 竟然没有那些狠污的段子和不能播的画面了 这是打算要转型走高端路线了吗 大 heav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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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